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最近赶上圣诞,前后也比较忙 所以更新的不是太频繁 还是希望大家见谅吧 我们先来帮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排在第一位 33个积分,领先排名第二的弗勒姆 7个积分 这个赛季踢的还是挺不错的 超乎我的预料 上岗之前看的时候 他好像初宝级去了 但最近又调回去了 估计不能陪我们一起在这个升入英潮了 我们赛季这几个引员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射手榜上进球最多是迪安斯 然后阿奇姆鹏 刘若凡这个赛季也成长起来了 也不错 助攻榜上新来的托纳利 有6次助攻 然后中卡西出场不多 首发机会也不多 也有3次助攻 刘若凡也有4次助攻 接下来比赛是主场队卡蒂夫 是卡蒂夫 周末的时候 曼联刚5比1大胜了卡蒂夫 坏帅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我知道看过视频的人啊 好多也不是曼联球迷啊 如果你是曼联球迷的话 你要不要预测一下 不是的也可以预测 曼联今年能这个最后排在第几位 欧冠 欧冠想挺过大巴黎 应该希望不大 对面都罚去一个人 怎么我们又落后 那个从去年就是 你越罚去人啊 人数多 那个队反而踢不好 0比1反而输掉了 高准一还伤 但是弗洛姆好像也输了吧 或者平了 积分差距倒是没有被拉近 接下来是客场队雷丁 雷丁这是排在第七位中上游 我们还是自己踢吧 刘若凡是绝佳的机会啊 门将竟然扑出来啊 他这个投球的时候 周围已经完全没有防守队了 不过没关系 再来一次 哇 这门将神了 再来一次 这一次呢 终于进了 2号 诗科 诗科不是首席进球吧 想象中上台季进过 队长不如自己选啊 不知道系统是根据什么 把诗科选为队长了 咱们也得选个这个中国人当队长 对吧 顶在自己住那一侧 门将出来 哎呦 门将 可累坏 终于摘了 呵呵 哎 还是金 其实背队的底线传中啊 我倒觉得没什么 问题是 这个传球队员传中的时候 根本就没看过进区 他怎么知道那点有人的 哎 刘若凡 绝佳机会又提片了 他左脚好像差一点 右脚还不错 但这个位置感觉只能拿左脚 就是直接朝球门抡了 阿琴木鹏也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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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 阿琴木鹏2V 阿琴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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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球我背劲的节目 中大戏还是争不悟 门将出来干什么谁让你出来的 这个游戏 真的太明显了 我都在想要不要把最后这个十分钟的镜头我都捡进去 太明显了 这门将明明可以往底线扑的 他非仿人家怀里的 还有就是之前在传球之前传球的时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掉在后面倒脚啊 我还想慢慢的把球往前推进呢 你也会发现啊 你稍微往前推进一点 稍微传点有威胁的球 那个球的方向就不对 肯定就要被断 还是被翻平 肯定补食不会多补一分钟啊 平又平了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想赢的话 你不要脸的踢也是能赢下来的 比如最后十分钟都不进攻了呗 我就在后面倒脚 你没有球你怎么进我球呢 对不对 但你这么数据上看雷丁也不错 对啊 也四次设政的 也十一条设门的 主场队谢周三 我们赌一下嘛 我们赌模拟啊 感觉最近好像电脑那方面不想让我们赢球 想让我们把这个积分差距啊 跟这个追赶我们几名的球队啊接近 这个话没说完 廖地生先进了一个 看看最后能不能赢下来啊 下半场了 还是指领先一个球 哎一比一啊 我不明白中塔西为什么要换家 八七母皇 刘若凡点球二比一 人家赢下来啊 搞不懂 这是上期我看见那个中场马俊亮 22岁只有59 但数值上啊 其实就是跑得快 这个基本上的传控啊 都是很差啊 我们把它夹到这个主要名单里吧 看看他这一年左右成长怎么样 要是还可以的话呢 没准我们可以考虑浅浅 实在不行的话也就算了 客场对上岗 上岗我们还是模拟吧 上岗战绩太差 提不起来我要跟他这个踢的心情 最后是弗勒姆的这个 应该是前锋吧 拿到了岳队家 加七母皇也入选了 上岗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嘛 两胜一瓶 看看上岗现在还有谁 奥斯卡还在 浩克也还在 乌磊也还在 那就是后防线有问题呗 不然不可能这个成绩啊 其实乌磊浩克加奥斯卡 就已经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 门将严峻林数值也不差吧 刘若凡赏 救车抬走的 一比一客场一比一 你还可以吧 看刘若凡伤多久 刘若凡三个月 天 这赛季刚有气色 陈明明还想登场呢 哼 这回你有机会了 你来和阿基姆绷达档 踢手发吧 你来主场的话 我们还是自己踢吧 陈明明打回手发 看看表现怎么样 哎呦 铁兹甲的一个 脚球一比零 挺有意思的 二号其实一直在跟防他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一刹那 让他就跑走了 要进 哎 一比一 阿基姆棚二比一 阿基姆棚站位有点怪 明明前锋啊 怎么回撤的这么凶 看一眼战术版啊 是前锋 而且明明在右面 明明在早在左面晃啊 只在找阿基姆棚 赶紧再进一个 不保险 三比一 阿基姆棚的速度 又是帽子击法 四比一 客厂队 维杆竞技 维杆 基本上快垫底啊 16位 山岚最近踢的不错 从江仪区爬出来 19位 客厂队维杆 我们防反吧 刘若凡踢不了 就让陈彬彬提 第二次踢回老位置前腰 看摩尼切来 陈彬彬怎么样 就把基姆棚换下去 为什么 毛浩玉竟然换上来了 50多一个数值的前头 换上来 进了个球 一比一 迪亚兹又上 两周 还好吧 清训营 这可以放弃了 79到87 而且现在数值只有 46 范围都太宽 这个还不错 但是再等一等年 再小了 190一个左边位 主场队谢菲德连 三连败啊 0第一 难不成刘若凡还很重要 刘若凡不在之后 模拟的比赛 就没赢过 陈彬彬 钟塔西 你们谁进一个 阿清风说 还是我来吧 阿清风没二度 挑拨 310 陈彬彬终于进了个球 紧张天花 78分钟 不过第二名 虽然离我们追得很 很紧了 但是第三名开外 跟我们积分差距 还是扩大了 现在都9个积分了 若承这是排在第几呢 第9位 往回首发 呦 陈彬彬竟然踢了个倒钩吧 阿尔迪亚兹 竟然不让进 阿尔迪亚兹 好像有点正 后面 远处阿琴姆棚 轻松一边 我的天哪 阿琴姆棚 我让你解围 你解围 往门里顶的 这点能传道什么 远备啊 这场比赛我们吸取了 这期第一场比赛 叫后半段 A压压上之后 我就改成宽的阵型了 就不以追求进球为目的 但是差点被阿七五鹏搞死 看看积分吧 48个积分排在 还是第一 但是排名第三 对我们积分还是挺远的 9个积分呢 上岗最近踢的不错嘛 已经这个慢慢攀升到第10位了 其实再努点力的话 这个追上前6也是有机会的 才差5个积分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赛时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